每週一三五 判筆電Youtube 今天這影片我要和培根頭跟狗哥觀眾 一起進去造船尋寶裡面的秘密關卡 一起去打敗電腦大魔王2.0 獲得綠色碎片 兌換RB大戰的DJ洞感鼓 Let's go! OK!看起來我們一開始要先做出一個鑰匙的形狀 所以我就用這邊的木頭 拿來做出一個鑰匙的形狀 像我這樣子 有了像一個十字架但中間少了一個木頭 接下來我們用這邊的椅子 然後我切換一下用R跟T 我們可以換這個椅子的方向 我們就把椅子凸出來的地方放在外面 就做出像那種鑰匙凸起來的部分 然後這時候魔法就要出現了 這個船居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鑰匙 超出意料的Let's go! 接下來我們就稍微做一艘簡單的船就好了 其實不用像我做那麼多方塊 我雖然這樣子只有八個方塊 但還是算多的 接下來我們在這邊找一個 你看像我這個 我最近用一個馬達 接下來我們要操控我們的船的話 我看我就拿出一個駕駛的座位 記得不要拿出其他的座位 你看後面那隻狗狗 他錯了一番的椅子 像他那個一番的椅子 結果沒有辦法操控他後面那個螺旋槳 那個馬達 我看他要不要過來啊 看你過來好了 我幫你做個座位狗狗 你就在我旁邊這裡好了 這看起來蠻可愛的 Let's go! 出發! OK! 現在我們就和狗狗一起去那個 造船宣報裡面的秘密關卡 他就在左側這邊 OK!接著我們就在左邊這邊登入 Let's go!完美登入 瀑布左側這邊有個秘密入口 OK! OK!狗狗過來過來 我們就要看這個桌子上面的這些藥水的顏色排序 我印象中每個伺服器好像這個顏色排序都會是一樣的 然後輸入這個黃、紅、粉、藍、綠 按照這個順序把那些紓壓下去之後 你看這扇門就會開起來了 OK!狗狗過來 怪怪怪怪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這邊很多道具對不對 我們要找這個寶箱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鑰匙插進去這鑰匙孔 然後他就發出一個噹噹噹噹的聲音 然後後面這扇門就開起來了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哈哈哈 OK!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之前沒有去破那個冰工廠隱藏徽章的東西 你沒有拿到那個冰工廠隱藏徽章 你在經過瀑布的時候 你的鑰匙就會消失掉 所以你是可以不需要破冰工廠隱藏徽章的 但是 你就是需要你的朋友 所以想知道如何獲得冰工廠隱藏徽章的觀眾 記得點右下方資訊卡去看 OK!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到IQ180的解謎區域了 這邊就算你有訂閱油肝筆電 你的IQ180 你幫這部片按下個喜歡 按下去吧 但是就算你都這麼做了 還是會覺得蠻難的 因為這邊就真的很難 所以這邊我們的目標就是利用兩顆炸彈 把畫面上所有的紅點都把它消失掉 炸彈可以把紅點炸掉 然後炸彈是以一個米字形去分開來去炸掉 方格上面的紅點 這真的蠻考驗你的對空間 2D空間的一種概念 實在我昨天就失敗了 我漏掉了一個 我修給你們看我成功的那一次 這邊可能每個人的破法不一樣 我的畫是習慣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再把它放到Photoshop 或是你把它放到小畫家也可以 在腦袋裡面去想的話就感覺太複雜了 但畫出來就簡單多了 所以你看我這邊的話就是先從個角落開始畫 因為我覺得角落就是有最多紅點 感覺那邊就很適合有個米字形 另外一個炸彈的話 我就先從最遠的那個單獨Lag開始 因為一定要炸到它 所以我就把它連起來 看這個鞋可以斜到哪裡對不對 然後就發現這個點好像蠻可疑的 可能就是那個點 因為你看它這樣子一穿 還可以插到兩個紅點 我再去連連看 就發現Oh my god Oh my god Let's go 可以用另外一個米字形 也把所有的紅點都炸掉 這時候我就回到這個電腦畫面了 就用WASD移動你的炸彈 看你要把它放到哪裡 按滑鼠主鍵 確定把炸彈埋下去 然後我們再埋下另外一個炸彈 OK Let's go 這畫面實在是太漂亮了 太紓壓了 紅點全部消失掉了 再來重點才來了 各位 你這時候會看到一個彩色的畫面出來 你就要像我一樣 趕快跑 因為時間有限 跑到這個紅色玻璃這邊 我們要從紅色玻璃的裡面 看出去外面 看到這個M上面 這時候你可能會看不出來 M上面有什麼東西 如果它這個速度很快的話 但是我有一個技巧是 我可以稍微瞇一眼去看的話 你就像我一樣的 瞇一眼 瞇一眼去看的話 你就發現 哇!就還有數字在上面 它每個伺服器的數字都會不一樣 都是隨機產生的 像我這邊抽到的數字是5739 你看這樣子瞇一眼 從左上角看到右下角 我建議你們 短時間內如果看不到的話 你們可能 可以截圖 或是螢幕錄影 然後之後再看那個回放畫面 就好了 OK 我們就來到這個保險箱這邊 5 7 3 9 然後看這上面的綠燈 就會亮起來了 OK 我們來對培根頭跟狗狗揮手看看 看誰會回復 培根頭揮了 Let's go OK 接下來這邊你們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們之前還沒有去破過PIKI隱藏徽章的關卡 得到PIKI隱藏徽章的話 這個傳送門 它是沒有辦法讓你傳送過去的 就算你的隊友有的話 但是你沒有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被傳送過去 所以一樣 換一點右上方支援場去看 Wiii 有的話我們就可以Wiii過去了 Pro Gamer Time 你們還記得RB大戰第二季 那個被我們打敗你的電腦嗎 看起來它這邊是要重生被恢復回來了 喔 喔 喔 還是空的啊 呃 2.0 你看這邊還是V2.0 而且它看起來很生氣 因為我之前才打敗它 看起來這個魔王戰現在要開始了 He still down low 他還是很笨 沒錯好嗎 各位我現在你們可以辦得到的 OK你看這雷射跳過去 這個沒有很簡單喔 但是也沒有到太難 我自己有用我的附附附帳號 去試過單人破關 然後一樣成功破了 OK所以這邊你看 紅色的地方不能在上面 接下來它會換紅色的地方 你就直接走到白色的地方 就趕快走 OK 既然雷射變雙層雷射 我們就從中間跳過去 你就看好它的規律 然後從中間跳過去就好了 By the way 這邊如果你死掉的話 所有人都死掉的話 那整個從電腦關卡的地方 就會重新重來 這邊沒有什麼太難的地方 我就直接跳過了 你們就按到我這些 它很多重複性的 像這邊這雙重雷射 像我這樣跳過去 其實就OK了 不會太難的 這邊有時候根本不需要跳 像我剛剛那樣子一樣 OK OK 雙重雷射的部分其實也還好 你就看到它的 像我這樣子 你看這樣就過去了 OK 所以你看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一個段落結束 它就讓你回血 像我剛剛就回到蠻血了 這邊很多概念都是一樣的 我就直接跳過一些畫面 雖然會有些雷射 但是也不用太害怕了 你看這邊我們都還蠻輕鬆 就可以過了 如果你破關不了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呵呵 你可能就可以成為Pro Gamer了 OK你看它這次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沒按按鈕 看起來這是最後一次了嗎 喔它終於按下去了 YES 它終於按下去了 第四次是它終於按下去了 那一次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 把那機器人自毀掉了 因為那是STILL DESTRUCT 自毀按鈕 你看機器人爆炸了 真的 你會看到一個綠色的碎片 出現在你的畫面前方 然後電腦爆掉了 我們就碰它一下 然後你看右下角 我們就獲得了這個 綠色碎片的灰漿了 哈哈 我們一起在這邊跳舞 做了好狗狗跟培根頭的觀眾 特別在這部片shout給你們 而且還有穿我的衣服 很帥很帥 OK接下來的步驟的話 一樣是要把綠色碎片 還給那個 在RB大戰遊戲類裡面的老人 步驟其實都一樣 就是你在你的Inventory 背包裡面 裝備上綠色碎片 然後按照我的路線滾滾滾滾 滾到這個電梯這邊 我們就輸入一樣的密碼 72 然後8個7 222 666 333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去電梯裡面了 經過一樣的這個跑酷 就直接快轉了 然後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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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到這個老人這個地方 BEN 你看右下角就握了一個徽章 Let's go 我們回到造船尋寶 把它裝備上去給大家看一看 這樣子我們正式三個遊戲組合就到手了 羅蘇爾麥克風 Sabrina吉他 跟DJ的动感股 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到 12月31号清晨4点 那时候我会直播 为了拿到黄金鹿角的下一代 黄金勇者之冠 你要参加他的最后的挑战的话 是需要12个游戏徽章都获得 且你有三个乐器的组合 惨了去打 我当初的黄金鹿角也是得来不易啊 花了我10个小时 希望这次不会更久 OK那希望今天这部片 也帮助到各位啦 祝各位今天 平安夜圣诞快乐 每周一三五看别的YouTube 我知道今天星期六 但是我还是发片了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